其实这两行就是抓资料 这个就是加一个VibroSoup的套件 这一行的话就是使用这个套件 去寻找这个标签的这个class 这个标签 这个是第二个 中文名称、英文名称 所以我会产生三个list 然后分别把这个list全部把它print了出来 这个就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那分别资料就出来 那最后如果说我希望把它存成csv的话 应该还有印象吧 如果说我今天要存csv很简单吧 当然我们后面就是什么 一样就是加一个什么 fw等于什么 等于open 比如说要存在哪里 存在根目底下 那个名称叫什么 叫write 点csv 然后呢 痘点后面加一个什么w 然后呢 再来什么 fw 点什么 点write write write的话呢必须给一个s 但是现在没有嘛 有没有 你要写出的东西 那那个东西在哪里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去串它 所以呢 在for圆圆圆圆上面等于空的s 先宣告 先产生一个空的一个变数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s s 等于s 或者s加等于s s等于s加上什么 加上这一串东西 有没有 然后中间加痘点 那记得这个最后要多一个什么 加上什么 加上换横 当然你这个也可以用formate来做啦 ok 因为formate就是三个大瓜 我中间加痘点 有没有 加一个formate 也可以啦 反正这个写法很多种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s就ok了 你就可以把它写出去 所以write 应该没问题啦 这个我们做很多遍 就写 然后把这个串 串完之后就丢给这个s 这样子就可以存档成csv 应该没问题吧 应该没错吧 ok 所以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固定的sov 执行一下 好 这样的话就write出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边按右键 把它refresh一下 这边就有个write.csv 看一下结果 有了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有一些好像 它有那个标签 但是里面是空的 那没有关系 反正不影响 有没有 那就可以很快的就一个东西出来了 所以你后续 假如说还要再接着在以色列做的话 就马上就有东西了 对 ok 那目前当然这个还算简单 因为这只有一页而已 那未来如果你很多页的话 那你当然不是说人工来 一页一页慢慢去复制贴吧 用爬虫嘛 所以后面我们还有练习是多页的 多页的话 瞬间一下子马上ok 我觉得这还蛮快的 而且蛮有成就感的 蛮有效率的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把它存成一个CSV档 再来的话呢 后面我们再延伸 再来请各位再练习 另外一个 这个 这个算简单的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 底下有一个延伸的题目 就是说 比如说我想要抓什么 抓这个区块的资料 哪个区块 这个网页有没有 我先把它关掉 底下哦 它有关于什么 底下有个什么 这一块 About Us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About Us 这里面的这一串字 把它抓出来的话 用爬虫 不是叫你复制贴上 因为只有一个 所以用Find 然后呢 你再去抓什么特征 有没有 一样按右键 检查一下 它的特征是什么 诶 它的特征 这个是它的P P太多了 往上一层 DIV有没有 那CS 这个 Custom 这个哦 然后就把这个跟这个抓到 然后怎么样 Find 然后Print出来 就有了 OK 所以其实这个不难 请各位自己再玩玩看 那网页里面一堆 看还有没有什么抓别的网页 反正这个网站 甚至你要把它全部爬下来 都不成问题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练习题 那第二个练习题的话 我们再来看 可能又稍微再更复杂一点 比如说我们在0604的下面这边 再来就抓新闻好了 因为新闻其实大家应该蛮常会看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抓取的是新闻 像Yahoo Yahoo应该大家都熟悉 如果想知道 Yahoo新闻 这个Yahoo的首页 里面的新闻 里面很混乱一堆 我希望抓到这些 这些底下的什么呢 它的新闻标题 还有按右键里面复制 它里面的什么 超连结 就两个东西 就两个东西 一个是标 它那个新闻名称 第二个是 它这个标题对应背后的那个超连结 所以哦 那怎么做呢 一 一样有不要放这里 二 按右键 焦点 按右键 检查 有没有 那检查 因为我把它放下面 所以特别说 如果你预设是 这边三点 有没有 这个可能慢慢在习惯这个环境 如果你对这个 空浏览器的这个检查功能熟悉 其实还蛮好用的 以后的话你可以找到你要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就要学会看懂标签 然后学会看懂有没有class 如果没有 可能你在想其他的方法 就大概是这 用file跟file后就大概可以 然后呢 把这边预设是duck到 这边有个duck到右边 那你可以再切到下面 因为有的时候 它的网页有的是横向的 有的是纵向的 那你可以稍微切一下 这样比较好阅读 就按这边点一下 按右键检查一下 它跳过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 它什么 那这个是span 有ID 可是问题 如果你今天抓span ID是这个的话 是可以抓到这个名称 但问题你抓不到什么 抓不到超连结 因为我还要抓超连结 怎么办呢 所以你可能要什么 再抓上面的这个超连结 的这个 所以要怎么 可以把 它的名称跟超连结 两个都抓到 我不是只要名称 抓名称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我今天要抓的是 连超连结也抓的话 那该怎么怎么做 我最后做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一下 这边已经有做好了 其实城市也不多 就这样而已 八行 OK 然后把它执行 看一下 有好吗 知名大厂 十四款药品 就刚刚那个新闻 OK 底下就超连结 想想看怎么做 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如果 其实各大的新闻网站 其实都有标题 都有超连结 那假如说你想要把所有的新闻网站 每天的这个什么 头条新闻 跟这个超连结都取得的话 当然不是叫你用人工来做 那当然你就可以用爬虫 很快可以收集到 各大新闻网的 什么的 头条新闻